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35给毛安庄谢听戏,我们自东北回北京做短暂停留,随即转往天津,济南,南下南京,上海,在底杭州。 这次外出,毛带了罗瑞卿与杨尚昆随行,目的也是要他们受教育。 两人真是喜出过望。 自从1956年,在游泳问题及警卫工作上,被罗严厉批评,甚至要将罗调离公安部以后,罗学乖了。 再也不多管中南海警卫局的事,更不敢对毛的警卫工作多加过问。 这两年多以来,罗默默勤炼游泳,心情沉重,唯恐毛再算老账。 对杨尚昆,则因正密室的所谓黑棋事件以后,撤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,及中职党委。 杨被免续中职常委书记,无异于给予了党内处分,此后杨给人的印象是,说说笑笑,对于大事一贯不发表个人见解。 这些年来,杨虽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,可从来没有机会单独见到毛,谈谈话。 这次毛带他一起出巡,自然是匹局派来,受宠若惊了。 一路行来,沿途参观学校、工厂、公社。 每到一处,当地党、政、军的领导人,对毛极尽阿余奉冲之能事。 此时全国军既紧紧张,但毛的个人崇拜之风,反而日渐高涨。 老百姓认为,粮食紧张是地方首长为尽道责任,不是毛政策上的错误。 只要毛主席来视察,马上就会情况大好。 天子被奸臣蒙蔽的观念,早已在中国传统中,形成根。 身底固,牢不可破的定理。 一路南行京天津、济南、南京、上海耳底杭州,处处都是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之声,不绝于耳。 此外,毛带罗和杨出来,也是要他俩看看毛,受到群众狂热欢迎的程度。 一次在行车中,杨尚昆、罗瑞卿及我们,在一起闲谈。 杨尚提起毛在各地参观和谈话中,极其讲了不少有关工业和农业生产,特别是人民公社的问题。 例如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,以及不能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,等等这么多的讲话,都同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关系。 书记处不知道这些话,无法按毛的意思形成文字指示下达。 这时,毛路经各省市的党委,纷纷根据毛的谈话要点,拟出一些改进建议,向中央请示。 刘少奇、邓小平,不知道毛讲了些什么,没有办法做出决定。 杨因此想找个法子,将谈话记录下来。 这样中央可以根据毛的谈话,按照毛的意图下达指示。 叶子龙跟我说,杨让他去向毛请示,以后外出能不能带个宿纪元。 毛不同意说,这是推卸责任,拿我做挡箭牌。 毛通常用讲话方式表达他的意思,他清楚他的话所具备的力量。 毛说人民公社好,全中国农村便纷纷建立人民公社。 但他并不想将他的话拟成政策,如此一来,他得担负的责任太大。 这下就得背着毛安装卸听装置了。 困难的是,即然得背着毛安装,一般的收音喇叭太大,装上去,毛会发现。 于是决定由公安部的专门管理,各种先进侦查技术设备的12局负责技术设备,在专列上安装卸听装备。 整个安装实在巧妙,小收音喇叭放在灯罩,花盆等的里面,一点都不会暴露出来。 还在毛专列的餐车,会客室及卧车内,装收音小喇叭。 连接的录音机也很轻巧,放在隔壁车厢内,丝毫不露马脚。 又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室,调一个姓刘的人,守门负责秘密录音。 自此以后,毛每次外出,都有刘作为工作人员之一随行。 刘奉命不得在毛的面前露面,免得被毛看到来了一个生人,缠问出来,露了线。 这就要求留作一个黑人,随时躲开毛的眼情。 后来叶子龙告诉我,毛长去的一些招待所驻地,也给装上了卸听装置。 叶子龙向我们一组的人交代,这是中央的决定,谁也不许向毛透露。 一同我们说,这可是中央决定,谁要是向主席讲了有留这人和录音这事,中央才问起来,谁讲的谁负担责任,不要怪我没有大招呼。 我们只有如今人身兼其口,谁也不愿意引火烧身,将自己先连进去。 何况这是党的命令,我们只得服从。 我们哪知后来竟先连出那么淡一场灾难呢? 文化大革命中,安装窃听器成了一件滔天罪行,也成了将近多次公开声明公安部门专政,专到我们头上来了。 的罪行之一,1959年4月2日,到4月5日,中共八届七中全会,在上海举行。 上海会议期间,毛的专列停在龙华,毛住在车上没有住进招待所。 原因是,一方面在上海市内,科兴师给准备的住处哈童花园,毛不喜欢。 另外一方面,根本的原因在于,毛与专车上的铁道部专列局的随车护士仍打得火热,所以开会下车,晚午会后回到火车上。 晚会设在茂名路锦江饭店对面的锦江俱乐部。 毛那时对自己的私生活已无所顾忌,这位护士公开和他在锦江俱乐部出双入队。 科兴师替毛引荐了许多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和歌唱家。 但这些女人年龄太大,见识广阔。 毛喜欢的是年轻单纯,容易控制的年轻女孩。 后来科兴师从叶子楼那了解毛这项喜好,便每晚都安排了文工团女孩子的表演。 在锦江饭店内,南楼和北楼之间的新建小礼堂放映电影,和演地方戏曲。 1958年毛外出巡视,陆经长沙时,便看过有关海瑞的香剧。 这次科兴师,则将湖南乡剧团,调制上海再次演出。 当天夜里,毛对我说,海瑞被人称为南包公,海瑞这个人,对皇帝骂得很厉害,海瑞说家境是家家接境也。 他还把这句话,写到给家境皇帝的上书里。 家境看了十分生气,将海瑞关进班房。 想杀海瑞,可是把海瑞的皱纹看了一遍,放下。 又看一遍,放下。 连看餐便,然后说海瑞还是吃腥味果的。 没有杀海瑞。 有一天,管班房的牢头给海瑞端来酒和菜,海瑞吃了,以为大约是要杀头了。 一问牢头,牢头说,恭喜你了,家境皇帝死了。 海瑞大哭一顿,将吃下的东西,全吐出来了。 可见海瑞对家境是忠心耿耿。 毛在会议中,提倡要有海瑞精神。 特别叫中央办公厅,将海瑞传运出,发给参加会议的人,并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的这种精神。 毛还说,要找几个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。 此后由人民日报开始,许多报开杂志都不断登载了有关海瑞的文章,又在上海和北京,出现了宣传海瑞的戏剧。 海瑞一下子变成全国的英雄。 如显所言,在1959年,因大跃进,人民公事一系列郭佐的措施,伴随而来的困难几经出现。 同时我也察觉到,广泛存在着说假话,说大话,搞浮夸的现象。 毛同我谈到海瑞时说过,有很多的假话,是上面一压,下面没有办法,只好说。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,海瑞这个人物,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斗彭德怀的引然点。 我往后成就这两件事,思考海瑞对毛的意义。 毛是各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。 毛身为皇帝,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。 至于政策和决策上的错误,是下面的人说假话,上面的人被蒙骗欺瞒的结果。 我看毛之推崇海瑞精神,自有毛自己的策略。 毛。 说海瑞这个人,刚直不阿,直言敢见。 海瑞甚至为了国家大义,伸手一处也在所不惜,可见护主之心甚谢。 海瑞近乎死见的行为,一发和家境身边的奸臣形成对比。 毛一再号召讲真话。 即使在今日,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, 我仍认为如果毛带大悦近初期,便完全了解真相,他可能会及时阻止那场大灾难。 但问题在于毛认为,现代海瑞应该讲真话。 批评式的谏言或是抑郁夺权,心怀不轨的那些高级领导所说的话,无法让毛接纳。 只有一心为民,毫无野心的人才会讲真话。 但这种人很少能在政坛上爬至高位。 毛熟读中国历史,深小宫廷政争中的夺权青亚。 毛认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。 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。 所以即使有的人向毛炳揍了客观的事实,也是忠言逆耳,因为他不相信在朝为官的人,能扮演刚直不阿,无私无欲的海瑞。 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,和先前1957年,他用所谓引蛇出动法,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,替共产党整风一样,都是他惯用的策略。 只有英明的毛皇帝,能决定谁是真正的海瑞,谁只是借机夺钱的造反分子。 但毛的逻辑也有不通之处。 毛崇拜一般中国人民厌恶的秦始皇、殷昼王,和隋阳帝。 大部分读海瑞传的人,是嘉靖皇帝是秘处深宫,二三十年不见朝臣的昏庸皇帝。 许多毛的亲密战友,自认为彼得上海瑞对嘉靖的忠心。 可是毛认为,那些身居高位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是嘉靖,下面的人应该向这些人提意见。 他自己是与下面深深相连的英明领袖。 我在这里所需指出的是,毛所说,上面加下面,下面不得不说假话,毛口中所谓的上面,是其他领导干部。 但其实真正的最大的上面,是毛自己。 从1956年以后,由中共八大二次会议,南宁会议,成都会议,毛的一系列过左,过急的批评和讲话,都不难看到这点。 毛所提倡的海瑞精神也好,直言敢见也好,是用来对付中央和地方的其他人,并非提倡别人用来对付自己。 彭德怀和周小周,这种现代海瑞,便是误读了海瑞故事。 现代的海瑞们下场凄惨,毛对他们毫不留情。 4月18日到面8日,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。 会嫌毛赶回北京。 会上由朱德建议选举了刘少奇,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,宋庆龄,董毕武为副主席。 1959年后,刘少奇也起了微妙的变化。 在毛退居二线刘出任国家主席前,大家都叫他少奇同志。 现在他突然被称为刘主席。 主席这职位本身就代表极大权力。 刘对此投选也十分在意,逐渐扩展势力,控制中央日常事务,有时没有先请示毛边执行工作。 因此可以说,毛要确立自己为中国唯一的主席的斗争就在此时展。 开,直到刘被批斗,取消国家主席才告结束。 我们在北京只待了一个月,5月下旬又成专列南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